大家好,我来继续用我的口语 来给大家讲一个稍微深奥一点的我的思辨 那我们说习近平这个人 他看上去是非常有政治权谋的 否则你无法解释他这么一个人 怎么就大权在握 就平定了共产党的江湖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权术嘛 就是出手凶狠嘛 也就是厚黑穴嘛 但是在这个思想史的意义上 这种东西它不算是智慧 它就是一点全谋之道 那中国呢 你看那个三国演义 它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你要把这个东西搞清楚的话 你有些个重要的层面的东西 你要思考的 我有些个问题呢 我也是慢慢的读圣经 读这个康德的三大批判 读这个很多的马克思韦伯的东西 读很多的科尔科尔的东西 慢慢我才意识到我们的这个游戏东西 你必须要安静下来 你要去思考它 能不能影响别人 我不管 但是我首先要自己要把自己要琢磨得有点小明白才行 康德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如果没有感性 这对象不能被给予我们 如果没有知性 这对象呢 被无法被思维 所以呢 这个它存在一个感性和对象的关系 他说没有内容的思想是空洞的 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 就提出了这个没有内容的思想和没有概念的直观 这个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中国人的思想 它是没有内容的 你无法说出 你于便于亡言 是吧 按照维特克斯坦的说法 你如果不能用语言表达 要么它是空的 啥也没有 要么呢 就是你就沉默 是吧 因为你无法用语言表达 你就要进入静默 所以没有内容的思想是空洞的 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 中国人喜欢算命 是吧 但是你会发现 中国人搞不出一个真正的学术概念 所有今天中国人使用知识的概念 都是从西方过来的 它没有概念的直观 那是盲目的直观 所以没有意义的 是吧 所以我们说人类啊 是观念的秩序的容器 如果观念秩序有问题 所有的思想和所有的内容就会担保 短时固步自封 所有的概念就会模糊 就会混沌 人就会一通乱搞 是吧 这是中国的很大的问题 所以你不要看习近平 把这个中国脚的天翻地覆 搞成这样 其实他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史的 基本问题 需要我们去思考 所以你 你跳过习近平这面 一个难人 你再去看着我们所熟悉的四书五经 你会发现 他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概念 四书五经 什么是人呢 什么什么是义呢 什么是人 什么是义 什么人义道德 人义理直性 他没有一个概念 他是确定的 无一个确定性的概念 没有感性的明确目标 没有知性的终极对象 导致我们的脑瓜子 我们的认识论呢 没有起点 也没有终点 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观念 知识都卡在中途 所有人都只能思考眼前的事物 向上缺乏简单的信心 向下缺乏没有细分的知识 无法形成系统的思维 原因就在于呢 我们无法倾听上帝的话语 固执地用一种特色文化 解释世界 明明是一种狭隘和愚蠢 自己却以为是一种智慧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中国有这么一种说法嘛 我相信一说出来 你都很熟悉 说这个人呢 有的人呢很聪明 说因为有的人为什么聪明呢 是因为你开了天眼了 是吧 然后呢 根据这个天眼的说法呢 然后又衍生出其他的几个人的 基本概念 叫天眼 然后叫慧眼 是吧 然后呢 慧眼之后呢 就是法眼 是吧 入不了我的法眼 这可能没有啊 然后呢 最后最高级的是佛眼 菩萨的眼 是吧 大家都跟着用 你问他 什么叫做天眼 什么叫法眼 什么叫慧眼 什么叫佛眼 绝对全中国上下五千年 你把所有的死去的人 又把它拉回来 然后他回答这个问题 让他讨论 没有一个人说的很清楚 这就是典型的 就是没有建立认识论的 一个基本的方法 然后各种误过王八蛋 去靠这些个倒江湖的东西 来骗人 骗钱 骗色 是吧 这是典型的用 说到不好的那儿 就装装叉 背了一批 是吧 摇头晃老 其实你想想 我们这些人都是非常有限的 是吧 我们的心智有限 我们的身体有限 我们的生命有限 我们的时间有限 我们的空间有限 我可以跟你说很多有限的东西 是不是 一个有限的人 他永远不可能有什么天眼 我们就两个眼睛 是不是 我们的眼睛狭窄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眼睛看到我前面 我就看不到我后面 是不是 很简单的 哪有什么天眼呢 什么开天眼 胡说八道 是不是 还有什么慧眼 法眼 佛眼 全都是骗人的玩意儿 人 不过是人 一个人只有承认自己的有限 你的智慧才会开始 而承认自己的有限 是因为你敬畏一个更大的 一个超越性的存在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敬畏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是知识的开端 一个人如果不敬畏 一个人如果不承认自己 也是个有限之人 你就是个愚人 你就是个愚蠢的家伙 是不是 一个人的境界的拓展 源自于心灵的观念的拓展 而观念的拓展 源自于一个人的终极的 稳定的信念 如果一个人长期愚蠢 是因为他的信念 不够终极 不够稳定 不对 如果一个人长期贫穷 长期野蛮 长期无知 是因为这个人的行为苍败 学习能力不够 不会思考问题 一个国家的格局也是这样子 哪有什么天眼 佛眼 法眼 慧眼 纯种扯淡 是吧 所以一个真正有常识的人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要搞那些五迷三道的东西 是吧 你低 你要反思自己的信念 对不对 因为我的话讲 就是你要重构自己的观念秩序 而重构自己的观念秩序 是一个强大的反思的过程 一个人怎样拥有反思的能力呢 这是一个神迹 你必须要靠上帝话语来启示你 也就是你要抓取 获得你的思想的第一推动力 然后靠这个低推动力 来反思你目前已然形成的观念 对你目前拥有的信念 构成一个批判 构成一个怀疑 构成一个审视 构成一个沉思 是吧 构成一个破碎 为什么圣经说 耶和华所要的记忆是忧伤的灵 这个忧伤也可以翻成破碎啊 你的灵魂要破碎 是吧 第一你要反思你的观念 你的灵魂你对不对 第二是你要检视自己的行为 检视自己的知识结构 你把这两件事搞清楚了 其他的都是随随便便 雕虫小机而已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西方人思考问题啊 从奥古斯丁开始 他们思考的是非常成熟的 我读他们的书 我真是 我就知道什么是智人 就智慧人 什么是愚蠢人 愚人 所以奥古斯丁在这个 在这个论自由意志里面 他就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这个智慧人和愚人 他的区别是什么呢 答案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指一个智慧的人 就是指一个人基于圣灵同在的力量 所形成的 对他自己的自制的能力 是吧 一个人靠自己是无法自制的 什么佛教 什么灵修啊 什么 这个儒学搞修身啊 他都是一样的 共产党搞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个东西啊 都是一个同样的逻辑前提 就是自己能够管理自己 是吧 一个人怎么可能自己的管理自己呢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 一个医生手术在高明 他也不可能对自己动手术 是吧 医头猪都知道这样的道理 但是我们人经常不懂 所以什么是智慧人啊 什么是聪明人啊 就是指一个人基于圣灵同在的力量 所形成的 对他自己的自制的能力 不是你自己在管理自己 而是上帝圣灵在管理你自己 管理你 所以圣灵与你同在 以马内力 这个话重要的不能再重要了 好不好 拥有这样的能力 就是智慧之人 没有这样的能力 就是愚人 就是宠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一直以来 我都是承认 我就是一宠货 是不是 我现在慢慢 我听到上帝的话 我读了圣经 我开始考虑一个问题 我到底是一个智者呢 还是一个愚人呢 这是个问题 是不是 所以我说是关于自己 是智者还是愚人的判断 事实上是一个人的心智的 开端 你不要以为是一个终极的 一个判断 而是开始掌握了这个方法 一个人就会开始 真正理解这个世界 上帝用说话的方式 创造了世界 并且用他的语言的能力 赐给我们人类 对于人类而言 上帝就是我们的前提 语言就是我们的方法 所以我们的观念 应该而去 必须源自于上帝的话语启示 否则我们的心智 就会理所当然的 陷入到愚蠢的状态 是吧 这些话我们要思考 思考再思考 要思考一个基本的问题 什么是愚人 什么是智人 关于自己是智者 还是愚人的判断 事实上是一个人的心智的开始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必须要大大方方的说 不认识上帝 没有听见上帝的话语 人类就注定虚空 无效 不回到终极的观念秩序 人类注定是一泡泥土 一个人对自己 已然形成的观念秩序的彻底反思 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工作 无论是人性论 还是认识论 我们过去所拥有的观念秩序 全部都是错误的 别无论符号都是错误的 必须要承认这一点 一个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自己的无知和无耻 才能心甘情愿的回到圣经 开始自己的真实而有意义的生活 这是我此时此刻 我读了二十多年的圣经 写了上千万字的文章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一点 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 就是但丁早就认识到了 他说我在人生的中途 因为迷失了真理 睡意深深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 但丁他承认在他的人生的中途 因为他迷失了真理 所以他变成了一宠惑的 一人到晚只知道睡觉 是吧 中国也有这样的话 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 很多人觉得 哇我是一个雄狮 自己骗自己 我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是什么呢 那中国竟然是头雄狮 他有什么沉睡呢 是不是 我的重点在于沉睡 我们这些个人 长期以来我们的祖先 我们都是沉睡的一伙人 一个人呼呼大睡 要么是个死人 要么是个宠货 要么是个植物人 是不是 所以当我真的听见了上帝的话语 其实我终于开始认识我自己 事实上在过去所有的时间里 一直处于一种愚昧 而且悲惨的状态 是吧 少数几件美好的事情 都是我在无奈之下 被逼出来的被动选择 而很多愚蠢的事情 都是在我充满自信的状态下的 积极的主动的选择 人不经历巨大的心灵的破碎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 人若不遭受苦难 辱骂和背叛 根本就不会知道自己事实上 也是一团的黑暗 也不会了解自己真正需要什么 我们这个世界的麻烦就在于 并不是每一个遭遇了巨大苦难的人 都能真正认识自己 很多人很多国家很多文化传统 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苦难 虽然人们都看得见自己总是在一个愚蠢的漩涡里来回打转 但是就是找不到一个破口 找不到走出困境的解决的办法 我说的就是我们中国 事实上我这么说 并不是看不起这种文化传统 而是首先对我自己的巨大的批评 怀疑和失望 以及接下来对整体的人类的巨大的失望 是吧 人类的总体意义上也是一会儿 一个缺少开放式纠错能力的存在 犹太人如果不是上帝让摩西带领他们走出埃及 如果不是上帝让红海分开 犹太人一定之间还在埃及为奴 跟中国人没什么毛区别 我告诉你 人类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然而人类每次都选择最坏的方案 中国也是这样子的 有人说过中国这个国家很奇怪 每一次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所选择的那一个方案都是最差的方案 所以当我这么思想 我作为我自己一个中国人的几千年的围图状态 我就有所释怀 其实不是释怀 是我有点理解了 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报应之中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自由选择 是我们应得的惩罚 如此我也深深的知道 但我意识到我还活着 还有什么工作比我传播上帝的话语 沉思我自己的人心的败坏更加重要的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再一次想起泰格尔老师的呼喊 我的父啊 让我的国家苏醒吧 谢谢